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在上周消失的括話事件後 2月14日當天收到道具母發 感謝客服最後還是幫我爭取到 而我也在前幾日 終於找到那些消失的括話 到底去了哪 在某天我走回小屋的時候 看到地上有些奇怪的東西 放大一看 這個是... 原來它們從未消失 只是變成Bug的形狀 這問題大概幾天就會出現在世界頻道 也有人問我 其實整理了一段時間 主要還是在思考 怎樣的表達 會讓各位比較容易離境 因為太複雜的算是 飛來飛去後 可能各位都直接左轉離開了 那各位重新複習一下 傷害的公式等於 攻擊乘上1--傷百分比 乘上1加爆傷百分比 所以這遊戲決定傷害要素很單純 就是以攻擊、減傷百分比、暴擊傷害 這三樣屬性構成 關於減傷穿透的部分 各位可以去複習之前的影片 這邊舉例 攻擊力為1000 敵方防禦力1萬 換算減傷百分比為90.9 造成的傷害則為1000 乘上9.1百分比 等於91 其他各位可以依序計算 或者以目前野外狩獵 敵方減傷約在50-60百分比左右 那我們來個反向推論 如果在敵方防禦力1000的情況下 要造成約2500的傷害 有哪些可能 這邊先不討論技能、發動機率、等差壓制、屬性攻擊等 所以會有 1.一般傷害 2.暴擊傷害 3.穿透傷害 4.暴擊穿透 2.3事項會有多重解 這邊不一一列舉 實際上 穿透、暴擊 後面都要乘上一個機率才會更為精準 但發現這樣下去細思 討論數過於龐大 這邊精簡化 僅拋磚給各位思考 所以可以知道 要達到一樣攻擊傷害 除了單純提升攻擊面白 也可以藉由暴擊或穿透來提升 所以傷害要最佳化就是請均衡發展 基礎越大 提升幅度則遞減 推薦初期除了物理加攻擊百分比以外 不知如何選擇的話 可以先以暴擊為主 百分比比較容易堆積 像是武器、大作、教武、雕像等 在掛網、雜怪上會比較有幫助 穿透百分比帶來的增傷 在PPP以及後期怪物的高防 才越會凸顯出來 是屬於欲強則強的屬性 當然課長們不是小孩子 全都要才是正解 但不論是暴擊或者穿透 基率百分比都是要適當堆砌的 不是歐洲人千萬不要賭人品 否則輸出會很慘 而其他想劍走遍封 用擊退之類的屬性也不無不可 玩出自己的風格即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